HELLO 大家好我是刺虎 歡迎收看今天的遊戲分享 《魔物獵人崛起》推出到現在 又要好一段時間了嘛 我身邊有在玩的朋友也都已經玩的差不多了 我目前也已經完成包含鬥技場的所有任務了 今天就想來分享一下 我對這款遊戲的一點心得想法 不論你是以前就有玩過的玩家 或是完全沒有玩過的玩家 都可以參考看看喔 《魔物獵人》系列的遊戲 可以算是我第一次認識共鬥遊戲的啟蒙 所謂的共鬥遊戲就是你跟著你的戰友 一起完成共同的目標 在《魔物獵人》的遊戲中 每一個任務都會有需要打倒的目標魔物 如果連線遊玩 最多可以支援四個人一起同樂 達到四人共鬥魔物的狀況 不過很多共鬥遊戲在單人遊戲下 都會相較的比較單調 而《魔物獵人》在單人遊玩 也有它專屬的樂趣喔 對於過去完全沒有接觸過的玩家來說 可能會比較不理解 狩獵魔物的有趣之處 如果只是單純的重複性很高的狩獵 我想確實很容易會感到單調 但是《魔物獵人》厲害的地方就是在這裡了 遊戲中的每一種魔物 都有專屬於自己的動作模組 並且在動作的組合上 每一場都會有所變化 甚至每一場遇到的魔物大小也都會不一樣 所以即使你拿著一樣的武器打一樣的魔物 都還是可以感受到不一樣的戰鬥變化 還是需要根據戰鬥中遇到的狀況 隨時做出調整 而每換一種魔物 就要重新了解這隻魔物的動作、弱點等等 把獵人的本質呈現得非常完美 狩獵魔物當然會需要武器 《魔物獵人》崛起中有14種武器可以選擇 有些遊戲在你換了武器之後 會發現其實在操作上的變化不大 但是《魔物獵人》這14種武器 幾乎沒有辦法把任何一把武器的概念 套用到別的武器上面 操作本身的變化很大 面對魔物適合的打法也會完全不同 可以造成的效果也會差很多 所以才會常常聽到一些老玩家會說 換了一把武器就好像重新開始玩這款遊戲一樣 大量的魔物種類配上多樣的武器選擇 與多人共鬥的樂趣 建構了《魔物獵人》這款遊戲 所以如果你是新手適不適合加入成為獵人的行列呢? 以我自己的觀點來看 有幾種新手的狀況 第一種是自己本身就很喜歡玩動作遊戲 那麼歡迎加入一起踏上《虐龍之路》 第二種是可以接受動作遊戲 但更喜歡跟大家一起玩的感覺 那也可以找身邊的朋友一起玩 享受著共鬥的快樂 或許單打你的能力沒有太強 但共鬥依然可以讓你很快樂 所以除非你真的不喜歡動作遊戲 我才會覺得不需要考慮 其他人都可以考慮一起當獵人喔 在簡單說完《魔物獵人》純新手的介紹之後 我們把重點拉回這次的版本《魔物獵人崛起》 這次的崛起以我自己的感受來說是非常滿意的 我一樣把我的想法拆分開來講 分別是風格、系統、狩獵、音樂 風格的部分 我自己是從《魔物獵人》2G時代開始加入的玩家 而至今最喜歡的版本 就是PSP上的《魔物獵人》三代 當時的村莊日式風格設計 以及裝備那種很有日式的風格 都讓我非常喜歡 並且到《魔物獵人》Double Cross之前 《魔物獵人》的裝備都很有中二的味道 一直到《魔物獵人》世界才加入了真實感的元素 而這次的《魔物獵人崛起》 它使用的是跟三代相同的日式風格 村莊中的日式元素非常強烈 裝備的外觀也回到了過去的中二風格 但是在介面的使用上 卻使用了世界的模式 並在之上做出了更多便利的系統 整體的遊戲風格變得非常舒服 原本我以為是因為我心中還留有三代的記憶 才會這麼喜歡這次的風格 但問了不少新加入的玩家之後 確實這次在風格上普遍也都蠻喜歡的喔 系統的部分上剛剛有提到 這款遊戲有沿用了世界的系統 或是換個角度來說 魔物獵人的系統一直都有在進化 並且到了現在越做越好 其中這次獨有的最大變化之一 就是隨眾增加了一種動物 狗狗 狗狗可以騎乘幫助你在廣大的地圖中 快速到達魔物的位置 並且狗狗在戰鬥中也會參與作戰 在遊戲中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而在地圖中也有加入環境生物系統 這些環境生物的功能都差非常多 有些可以讓魔物跟著你 你就可以把魔物當成遛狗帶到你想要去的地方 有些可以直接讓魔物睡著等等 環境生物的出現也讓戰鬥的變化變得更加豐富 可以打出更多不同的狩獵戰術 另外這個版本主打的一大系統就是翔蟲系統 利用翔蟲可以在廣大的地圖中自由的上下穿梭 在戰鬥中也會有很大的幫助 每一把武器也都有自己專屬的翔蟲招式 有了狗狗的機動性與翔蟲的應變能力 這個版本對於入門玩家的友善程度 大幅度的上升了不少 剛剛還有說到每把武器的實用感受會不同 這次還有加入招式替換的系統 可以把特定的招式做替換 讓玩家在狩獵的時候可以打出自己專屬的搭法 我自己目前體驗下來 對於改動的這些系統是非常喜歡的 加速了遊戲節奏 卻又不會讓遊戲真的太過簡單 並且也讓戰術的應用上有了更多的可能性 在狩獵方面這次也是有一些變化 取消了過去的魔物騎乘系統改成超龍系統 過去的魔物獵人版本從世代開始 只要不斷的從空中攻擊魔物 就可以累積騎乘值 騎乘成功之後就可以把魔物放倒在地上 讓自己有更好的輸出空間 而這次的更改 一樣是從空中攻擊可以累積超龍值 或是使用翔蟲技攻擊也可以累積 累積滿了之後就會進入超龍狀態 可以騎著魔物去攻擊其他的魔物 或是可以騎他去撞牆 一些小技巧的部分我在之前的影片中有提過了 除了超龍之外 這次還有沿用世界開始的魔物地盤爭奪 讓兩隻在相同地圖的魔物 會有互相攻擊的狀況發生 也是狩獵中很有趣的一道光景 另外這次新增的魔物部分 因為主打的是效仿百鬼夜行的百龍夜行 也因此魔物都會很有日本鬼怪的風格 新增的魔物在動作的設計上 我覺得很有特色 就連一開始的蓮幼龍王也脫離了傳統狗龍王系列的既定印象 可以看到很多新的動作出現 並且這次的魔物在出見面的時候 開場的歌舞祭祀的動畫 也讓百龍夜行的想法更有帶入感 而這個版本的一大特色之一 就是加入了百龍夜行的玩法 讓大量的魔物一次出現 我們要想辦法守住村莊不被攻陷 可以在場地中架設各種機關道具 獲勝的方式可以是搭到最後的魔物 或是防守到時間到為止 我自己很喜歡這個模式的設計 不會太難 卻有大家一起努力的合作感 這方面真的很期待未來有更多的更新 不過確實以目前公開的任務數量 魔物數量來說 真的有點少 雷神龍打完之後 就沒有下一隻古龍可以打了 我自己目前也是全任務 包含鬥計場都完成了 只剩下不斷的刷術才弄朱子而已 卡普空這次決定以陸續更新的方式 來延續這款遊戲的壽命 雖然說有很多人會覺得 卡普空有點把半成品拿出來 但我自己反而覺得這樣的做法是好的 他讓新玩家有更多的時間去熟悉 認識這款遊戲 如果一下子就很多 很多新玩家找個老手一起玩 打上去之後就會停留在最後的位置 對於遊戲的了解程度來說 就會有很大的不足 這種一步一步前進的方式 真的還不錯 只是對老玩家來說 就真的要多一點耐心等待更新了 最後是這款遊戲的音樂 《魔物獵人崛起》是我玩這麼多版本的《魔物獵人》以來 第一次會想要掛著聽音樂的遊戲 遊戲中的村莊背景音樂 採用的是有人聲的歌曲 並且那種日系的風格感受上真的非常好 吃丸子的過場音樂 也可以感受到貓咪製作丸子的愉悅 狩獵中的音樂搭配 時而緊張、時而靜密 讓遊戲的代入感更加強烈 是目前所有魔物的版本中 音樂性上我自己最喜歡的一個版本 到目前為止我對這個遊戲的心得 其實以過去有玩過《魔物》的玩家來說 從世界開始 《魔物》的入門難度就大幅度的下降了不少 這次的崛起 目前的內容也都不算太難 而如果你是一個很純粹的新手 我也看過不少第一次玩的新手 現在已經可以自己單刷《雷神龍》《怨虎龍》了 時間還都在10分左右甚至10分內 所以確實不算是太難的一個版本 雖然說《魔物》的一大樂趣是建立在挑戰上面 但畢竟未來還會持續更新 就期待看看 會不會有讓我們打得很辛苦的任務出現 雖然說目前的難度不算高 任務的數量也不算多 但我依然深深的沉迷在這款遊戲當中 如果你是過去PSP時代過後 就沒有玩過《魔物》的玩家 這次的崛起 真的或許能夠讓你感受一下 當初狩獵的快樂 就連風格都讓人如此的懷念 從開始遊玩到任務全完成 崛起給我了一段很美好的旅程 而這趟旅程至今都還沒有走到終點 換上一把武器 我又會是一個全新的萌新獵人 就讓我們繼續征戰 保護村莊不受到百龍夜行的迫害 繼續奮鬥吧獵人們 不曉得各位獵人目前的戰況如何 還在猶豫要不要拿起武器成為獵人的人們 你們準備好了嗎? 一起受魂解禁吧! 那這次的影片就到這裡結束了 如果你喜歡我做的影片 記得下次要來看喔 我是刺虎 祝各位遊戲愉快 我們下次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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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下次見